台面上大家看起來就是相安無事 所以剛剛今天也特別點到一點就是說 府院跟立法院之間其實現在是陷入一個矛盾的狀態 只有台面上互動聽起來 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但是當然最影響最大的就是 接下來他們要推的各項法案 而且你剛剛也特別提到就是說 讓藍綠都同仇敵愷的 當然就是特徵組監聽立法院總計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也看到了 包括國民黨立委 當然也在後面有推波助藍 才能夠讓這事件繼續發酵 繼續追出真相 聽起來是不是國民黨的立委也不見得會全部買帳 那你個人的觀察 對國民黨內部的團結會有什麼影響 我想國民黨他現在 他從九月政爭以來所造成的一些浮動 我想到現在其實並沒有改善的跡象 那沒有改善的跡象 其實不在於說是王馬之間的關係 而是在於就是說你對很多事情的 就是說其實把過去五年多來 其實馬政府所有曾經造成過 就是說立法行政 或甚至是馬英九對立委的 怎麼講 就是說對立委很多很多的建言 其實都不當一回事 其實這些情緒其實都爆發上來 沒有看到有人其實在專門處理 立法院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說 當馬英九其實在九月政爭當中 所對立法院做的任何的指控 這些東西其實立委都記在心裡 那過去 我想符茂是一個很 是一個指標 就是說 你不讓國會參與 你不讓你的黨籍立委 你也不讓你的黨籍立委參與 那你今天要過的這些法案 基本上我覺得其實是困難重重 那個主力不再只是在野黨立委 而包括國民黨立委 你不可能事事都用黨籍 你不可能天天都用黨籍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不管是委員會也罷 或是院會也罷 不管是審法案也罷 或是審預算也罷 我想國民黨必須要搞 就是說國民黨必須要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必須要有辦法 有能力可以來處理這些事情的人 好好去修補關係 而且那個修補關係 是必須很具體的 針對所有的事情 你包括朝野協商 你到底還要不要 這是很基本的遊戲規則 你如果都質疑的情況下 那你又不希望王金平 有參與的話 空間 是 那最後的情況 其實就會變成就說 好 那大家就依 就是就是 就是論事 那最後的情況 我想會非常的慘烈 對行政院來講